大家好 这里是天阳玄机 如果是有八字手向面向风水 方面的困惑可以进行关注 很多电视剧和书籍里面经常讲到 面向印堂发黑双耳无神 近期可能有大吉 像这种话比较多 这种台词也非常多 那么印堂发黑到底是运势怎么样 我们来看一下 面部的气色能够反映出一个人的身体和精神状态 事实上从面向角度来分析 印堂也就是在两枚之间 这个称为命宫 正所谓相由心生 一个人面向先天 靠父亲和母亲遗传 后天是根据心境发生变化的 如果是脾气火爆之人 一生非常喜欢瞪眼睛 久而久之眼珠慢慢的会变得外秃 心高气傲之人 总是看不上别人 别人说话总是喜欢别嘴斜眼 那么时间久了 嘴巴也不自觉的一上翘 显得有些歪嘴 喜欢斜着眼看人 而面部的气色的变化 也可以看出一个人的精神状态和身体健康情况 印堂是整个人的综合状态的表现 如果是印堂处光洁明亮代表气血通畅 如果是粗糙 色泽比较暗代表气血受阻制 受阻碍了 印堂发黑是什么情况呢 根据印堂发黑是说明其人 近期要倒霉 或者是一些特别难以理解的话语 或者一些事情发生在他们身上 面部气色对一个人的运势影响是多方面的 所有的美运的最基础的东西就是有自身的健康运势状态来发展出来的 反应速度或者是情绪变化 包括你这个整个身体状态不行的话 它整个运势也受到影响 印堂发黑 印堂发黑发暗气血不流通 不通畅 首先呢 就影响到自己的脾气 身体状态不佳会变得急躁 缺乏耐心 判断力也是下降 当个人交流和交往的时候 做事的过程当中 容易出错 会错意 说错话 或者预示处理不当 得罪人 遭到小人的报复等等 会引起很多麻烦的事情 所以说这个身体状态 跟这个印堂发黑的这个气色 会影响到运势 不论是看向还是普通人交往当中 绝大多数人都喜欢听好话 不喜欢听懒话 听一些赖话 或者是听坏话 所以说一个人的 这个一听到别人说倒霉这样的话 就会非常的不舒服 但不论你是不是喜欢听 你的生活当中和事业会照常的进行 不会因为别人的话而改变 只会因为你自己的行为和想法改变 所以说既然躲不过 就把它当成一个善意的提醒 所以说当身体状态不佳 精神状态不佳的时候 最好的办法是修身养性 尽心修养 当人的身体和心理状态 都恢复到一种比较健康的状态 在一起处理人际和事物 这是一种非常不错的一种选择化解的方法 说这个印堂发黑 尽气对运势不顺的话 应该怎么办 就这么去做 修身养性 尽心 好了 有关这个印堂发黑的一些面向 就分享到这里 这里还是天堂玄机 如果是有困惑可以进行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